哈囉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介紹我的彩妝品收納櫃 這也是很多女生在問我的問題 可是因為我一直覺得說我的彩妝品數量 跟一般女生可能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沒有想說要介紹這個 但是我上次在Bestbook直播我的唇膏們 就是介紹我的唇膏的時候 發現大家對我的彩妝品收納非常感興趣耶 所以今天就來好好的介紹他們吧 也許有彩妝品跟我一樣多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是我也可以介紹幾款就是 我別的收納方式 就是當彩妝品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是怎麼收納的 但是不管你的東西多或者是東西少 總而言之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東西都要收納整理好你才找得到 找得到你才不會亂買 因為你已經有了就不用再買了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我要開始介紹我的彩妝品收納櫃 對咯首先呢 就是我拍片 常常出現的這個彩色的五斗櫃 它五格抽屜每個抽屜的顏色都不一樣 它就是我的彩妝品收納櫃 然後每一格大概就是一兩種品項 像是第一個 我放的就是我的睫毛膏 還有眼線筆跟眉彩 就是眉粉染眉膏之類的都在這邊 睫毛膏的部分呢 應該有在Follow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睫毛是又短又不容易翹 所以我都用心翹莉的睫毛膏 Kiss Me心翹莉的先長款 因為我很喜歡它 所以我就會一次買個十支臀貨 放在這邊 但是它的缺點是不夠濃黑 我就會搭配其他的睫毛膏去刷第二層或者是第三層 睫毛膏都會放在這裡 然後還有眼線筆 各種眼線筆 然後像現在很流行直接就有顏色的眼影筆 也會放在這邊 還有眉彩就是放在同一個 東西很多很多放在同一個抽屜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團亂 你只要找東西要在那邊套套套套套套 怎麼避免這個問題呢 登登 就是我們平常吃完糖果的糖果盒不要丟 你可以把它放在大格的抽屜裡面 這樣子它們就可以在裡面稍微的分隔成三格四格 而且這樣子堆疊之後還是可以很整齊 放上去可以一層一層的疊 你可以裝的比較多喔 你可以裝到滿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的定妝跟修容會放在一起 有像是粉餅啊蜜粉 蜜粉餅腮紅跟修容 都放在一起 然後 現在不過因為腮紅的部分比較少 然後最近買了很多蜜粉 所以我的蜜粉就已經越界 啊 佔據到我腮紅的空間了 可是還是可以滿整齊的 因為我裡面就是有放那個格子 它就會分兩邊 這是一個很好的收斷方式喔 所以就是在大格子裡面放小格子 第三格呢就是我的底妝產品 像是粉底液氣墊粉餅都放在這一格 有沒有人開始有疑問啦 為什麼底妝產品需要這麼多呢 對啊 因為就像我常說的 我們只要挑選適合我們的膚色 跟我們脖子顏色是一樣的底妝產品就夠了 不需要用到這麼多氣墊粉餅也不需要有十盒 我呢是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 常常需要接收到最新的彩妝保養品知識 不管是廠商送的新品 或者是我們自己要去買 我們要做功課 所以我們就會需要很多的新品 它就會造就成我一整櫃都是彩妝品收納櫃 像底妝我是覺得真的不需要太多 如果有新的全新的我已經有過的 我通常都會送人 然後或者是我開封過的 我就會送給我的親戚朋友們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你開過用過的 你要送人也很奇怪 只有自己的媽媽啊 姊姊啊 嫂嫂啊 可以接收 好啦 這一格的話是因為 每年啊 雅虎跟Fashion Guide 他們就是一些美妝保養平台 他們都會舉辦一個年度彩妝品大賞 就會邀請我們去當評審 當評審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免費獲得很多很多的產品 對 所以像是去年最火紅的所有底妝 我大概有十幾款二十款都在這裡面 都有 因為我都已經開過 使用過 沒有辦法送人 所以 就只好繼續的收納 不然的話 平常我不會留這麼多底妝產品 我就只留自己適合常用的就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 留著囉 也許哪天我們可以來個大評測 例如說十款底妝產品比較微 或者是二十款氣墊粉餅 就如此類的 想看嗎 好啦 底妝產品就是一大格 然後 接下來這一格是我最喜歡的唇彩 我覺得女生的口紅好像是不顯多 因為常常口紅會跟著我們出門 補妝必備 所以我就會 每個包包裡可能都會有幾支唇膏 然後顏色不一樣 有橘色的 有粉紅色的 有紅色的 所以我還蠻喜歡唇彩的 然後加上有時候 廠商只要有新品上市 新推出的唇彩 可能就會直接給你十二色 全部齊全的 直接寄到你家來 所以我們的唇彩就會變得非常多 如果可以的話 我多半都會選擇 就是我有一樣的顏色 類似的東西我就會送人 但是自己愛留的還是很多啦 他們畢竟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道具 如果像我們常常需要綁妝 就會需要用到不同的本底色 或者是不同的眼影唇彩 他們就是我必須的道具囉 也不能沒有他們 但我生命都還蠻重要的 只是我要如何把它們變得很整齊呢 它的收納方式其實跟剛剛也是一樣 就是利用不同的盒子 一格 一格 放好 它可以堆很多很多 然後像是 這個是鞋盒 鞋盒也可以把它放進來 這樣子呢 就不會亂七八糟 至少有稍微的整理一下啦 最後一格呢 就是我的眼影們 因為眼影的尺寸真的是落差很大 有的就是一大盒啊 像這個 一大盒 然後也有的是細長的 也有的是小小的開架式 這樣子一小盒的 很難整理 所以我就只有大概把它們切一半 一邊放大盒一邊放小盒的 要找的時候還是稍微翻一下 因為 我曾經試過把它們排得很整齊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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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 可是你要找紅一顆的時候 你還是要每一格拿開來看 這樣很浪費的時間 所以就放棄了 就這個 這一格呢 我就稍微 翻箱倒櫃一下 沒關係 畢竟只有平常可能 仿妝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些 特殊彩妝教學的時候 才會用到就是 需要用到這麼多不同顏色的眼影 我才會翻這一格 那我平常的彩妝品 我是怎麼樣收納呢 像我的化妝桌上呢 就會這樣子的放兩欄 就是置物收納格 它裡面放的呢 就是我每天都會使用的彩妝品 就是每個品項都放一些 像是睫毛夾 然後睫毛膏 眼線筆 眼影 都放在這樣子 疊好 我每天要用的時候 我就直接拿著就畫 拿著就畫 不用再去翻來翻去 找來找去的 這個的收納格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把它疊在一起 越疊越高 也不用佔空間 而且我不只彩妝品 會這樣子用 我連保養品 也會用這樣子的收納格去 一格呢 就是放防曬啊 眼霜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格 你可以放精華液 因為精華液通常不會站著 它會倒 然後倒著放到到處 我就會覺得亂七八糟的 我就會拿個盒子 讓它們收納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嘿 它就會是長這樣 這一格呢 我就是會把它放在我的 化妝櫃上面 然後它就是可以放防曬 濕底乳 眼霜 然後讓它們放在 躺在這裡面 躺在這裡面 只要是躺著的 我就會放著 然後可以站著 就讓它獨立站著 這樣子呢 你的收納格就會很整齊 只要看到它們很整齊 你心情就會很好 好像是一般女生化妝品 也沒有這麼多的話呢 就可以照我所說的 你去找這種收納格 你就一格一格一格 分門別類放好就好了 我之前是這樣 然後化妝台的話呢 通常也會有抽地 抽地裡面呢 你可以找這種 分格收納的 它一樣也可以 把你的化妝品 彩妝品收納得很好 像我這一格呢 就是遮瑕產品 然後就是 假睫毛啊 一些小雜物們 就是分開放好 另外一格呢 就是一樣 像是拿那種西餅的盒子啊 餅乾的盒子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抽地裡面 就可以放眼睛眼鏡啊 之類的 然後東西整理好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欸 心情還蠻好的 欸 還可以跟你們推薦一個東西 如果你是彩妝品 中等多的人的話呢 你可以準備一個 像這樣子一個 行李箱的 收納彩妝盒 它的好處呢 就是打開來之後 它一樣可以讓你分類 一盒放眼影 然後一邊呢 就是放眼線筆啊 睫毛膏 筆狀的放在一起 底下呢 你可以放你的底狀產品 這邊可以放你的唇膏啊 然後或者是腮紅啊 粉底類的 都可以這樣子 你自己愛怎麼放就怎麼放 反正就是它會讓你分類好 合起來 這樣子呢 放在桌上 看起來也很乾淨又整齊 你要用的時候再打開來 就好了 甚至你要出門呢 你也可以把它拉鍊拉起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提出門呢 它也有背帶 你可以背著 不錯齁 這是我最近的一個新歡 其實就是想說 可以把一些彩妝品 帶出去的時候用的 我覺得也還蠻適合拿來收納的喔 總而言之呢 就是東西要收納得很整齊 你看了才會很開心 我上次有分享過齁 我的飾品收納的這個盒 有了它們之後 我真的覺得超開心的 每天看到我的視頻 就好像是 你走到一家店 要買新的東西一樣 它們展示得非常好 你要用什麼你都知道 然後像是你的耳環 白色耳環有三副 你也可以很明顯的 就看得見了 這樣子呢 就可以避免你 重複買到一樣的東西 收納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而且 你還要不定時的去檢查它們 欸有沒有過期 過期的丟掉 或者是多看看它們 就喔原來我有這些這些東西了 嗯 所以收納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好習慣 好啦 以上呢就是今天簡單的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留言給我 或者是你想要告訴我 你怎麼收納你的彩妝保養品 也可以留言喔 還是說你想要看我可能 哪些商品的適用 我也可以 或許如果我有的話 我可以拍片給你看 就這樣囉 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沒有訂閱過頻道的 歡迎訂閱 訂閱之後你就能接收到 我最新的影片分享了 不建議的話 你可以按個讚 按個讚 我會很高興 我們就會繼續一直拍片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 有問題的話呢 真的真的真的 沒問題也真的真的 歡迎你留言 因為有留言我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我們才可以彼此有交流 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